我叫Dickson 不過我還是喜歡別人叫我的全名 專家Dickson 從來都沒有人問過我是哪方面的專家 難道我懂得射穿牆嗎 在這個節目,我不會抽水 雖然拍攝這件事,有水是最重要的 不過我會吹水 因為要做好一個即使跟性有關的清談節目 懂得吹才是更重要的 做愛這件事,懂得做又未必會說 懂得說又未必會做 那不如聽我說,然後你懂得做吧 歡迎大家收看這集《啪啪新聞》 我是專家Dickson 今天我跟大家說的這宗《啪啪新聞》 其實是關於男人最痛的 話說在外國有一個研究 有些性愛的體位是極其容易受傷的 而我們經常認為的女上男下 並不是最容易受傷的 第一位 第一位是狗爬式的性愛體位 也就是俗稱的老漢推車 我估計為何會容易受傷 就是因為一個人以為不容易受傷 所以他就會大力 他大力了,一出事的時候 就…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是怎樣可以不受傷 就是自己完成了 兩位啪啪頻道的主持 你們現在有一個魔術畫版在手上 我即將會說三個體位的名稱 你們嘗試用你們的畫工 把它畫出來 這個真的不知道是考慮聖經驗 還是考慮畫工 第一個,側進湯匙色 側進湯匙色 色,等不色滑 好,3、2、1 它是湯匙,所以我畫中間的湯匙 有點側進湯匙色 所以就是側進湯匙色 我完全不明白你在畫甚麼 你的湯匙是意有所指 還是一個真實的、實體湯匙 它應該是意有所指的 即是用湯匙 應該不會… 應該不是喝湯而已 好,我明白… 但它跟我的最大分別 就是它們兩個人是分開的 只有湯匙是接合的 是 完全不想碰你 因為它是側進湯匙色 即是側邊 是 這個即是拼湯匙 一個人躺在這裡 另一個人從後抱著它 是 你看到途中有頭、手、手、腳 而且這個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是 第二個,勾前航鏈式 一個勾… 航鏈 前著一條航鏈 聽到也知道,很高層次 好 謝謝… 好,3、2、1,展示一下 好 它是甚麼 有一個人躺在這裡 是 另一個人扯著繩子 他就拿著那個… 拿著東西 即是好像航鏈 他的航鏈 當然好像航鏈 Dixon呢 我這個好像打劫 我想是…其實像家長老粒 就黏著它 我們用家長老粒的形容 黏著它 原來是用… 你形容的 家長老粒 勾前航鏈式是傳教士式的辯奏版 是將女人對腳 放上男人的肩膀 纏著頸,就叫勾前航鏈式 冷心的名字 又是傳教士式 是 好,今天我們為何要開始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要說的是體胃 對,有些人會這樣說 其實在盛事上 兩個人的一些形體動作 是 甚至在拍拖的過程中 你會否轉換甚麼動作 一朝一息就變咒了 對,一朝一息 首先一定要兒童節目 這次不兒童節目 對,這次我上網做了資料 去研究一下這個男性 究竟從這個體胃 如何重看他的心理狀況 以及愛好 厲害 論文,很厲害 一提到上網,我真是金拜下風 這集我真是等聽你的專家 對,厲害了 首先他說 一個男人喜歡哪一種體胃 其實是可以看得出 他喜歡女性的哪一部分 如果他是傳教士式 他正面面對面那種 這個人一定非常重視女性的臉 即是臉部,他喜歡美女 因為他經常會看見他的臉 對,因為他會看見他 如果他喜歡那些老漢推車型 他就是喜歡女性的背部 以及他的臀部… 對,如果他是女上男下 即是騎馬的位置 因為他的視點是從下面往上去 他一定會看到女性的胸部 簡單來說,女性越大 越有東西看 所以某程度上喜歡哪個體位 反映了他喜歡哪個部份 這是網上的… 他那些反應那麼直接 對 我以為那些很深的東西 他沒有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就好像分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那不只是視覺 是 你在很大程度上 真的在交合的過程中 你究竟在哪個位置 兩個人的器官的角度是能夠… 磨擦 對,是能夠合乎第一 他是合板 對,因為每個人的身體 所謂的… 刪出來的形態 也不同 所以其實是關乎你的人本身 適合跟這個人的甚麼動作 我也有聽過你剛才說的 那個情況是… 因為有些人生成 他的弟弟是倒勾的 有些是偏左,有些是偏右 你不上網 一上網就看極端的東西 你真是… 我真是想知道他的電腦的簽證 是甚麼 對,倒勾… 所以他一定有某個位置 例如他令他… 某種姿勢或令他特別舒服 而且我上網研究了 有很多很特別的題材 我一聽到你說研究的字 我就很擔心 你有研究甚麼?專家,Dickson 說這些研究來聽聽吧 乖了 其實…根據我的看法 其實他跟中國武學大傳中的… 你看那些武林書籍 一朝一夕就這樣畫出來 是 即是那些… 他很像 你一做這個,我便覺得很明顯 你做甚麼 對… 像學立歸雞群一樣 救命 真是研究東西 怎樣?學立歸雞群 其實他有很多不同的姿勢 是 剛才我們說了… 可能我們已經說了幾個 一個是傳教士式 我們稱為正常位置 一個是腳狗爬式背後位置 我想應該都是老漢推車 這招叫老漢推車 只是名字而已 名字不重要 對… 然後做了一個騎乘位置 即是女上男下 即是騎馬式 即是騎馬式的 很多時候都是被女性所推舉 因為我們經常會有一個錯覺 就是覺得 如果女生躺在這裡就很棒 女生甚麼都不用做 但其實這不是關於做事 性事不是一個 說我怎樣表現自己的事 有時真的要尋得歡愉 好,你躺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你很被動 你能夠控制範圍是很少的 你唯一做更多的事 就是縮肚,讓自己的肚子別那麼胖 而且他這樣收起來時 不要摘到你的頭髮 平胸修褲 對,又要避開頭髮 又要縮肚,這樣做 但反而是反過來 如果一個女生在上面 她比較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 以及速度 因為有時我覺得 男生最應該做的事 是甚麼都不要做 不要太表演 要做… 反轉,眼角倒開 對,其實不是這樣的 有時需要做事就是… 就是享受一下 原來這個女生在尋找自己的位置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經常都在想 最厲害的人… 因為那些應該可以打完 不知多少招,18招 對 因為其實這招式的招式 根據上面… 我覺得都是如打卡心態 不是,人們真的很認真 不過你看完那些鹹片 你就想嘗試 你看到是… 這樣,你會這樣 很厲害 然後說很重 大腦又滑 手上大腿又掉出來 別搞不住,你先下來 你又要裝作… 你又要裝作,沒甚麼 你沒理由… 也不要玩 你又要裝作,然後扔回去 扔回去 扔回去 你會說,寶貝,我玩完了 你會做平時的 只是這樣而已 我今天試過一個很厲害 但起碼你覺得… 我試過假的那道鹹片 你證明到電影… 其實始終是電影 原來它有製作成分 我覺得很多人不會真的要執行 他們純粹想嘗試好奇 然後通常會發現… 今天這個題目最重要是兩件事 是甚麼?就是發現自己不夠力 即是不夠肌肉,你不夠力量 還有第二,你根本不夠柔軟度 你的人的穩定性 男、女、男都一樣 男人也需要柔軟度 當然,因為有很多時候 你不只以為有力就足夠 待會回來,Dixon會繼續說 他的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 PhD 我打算用你寫論文… 另一方面,我們要說 如何增進自己的力量 即是增肌肉,是嗎 還有增加柔軟度 是 今天我們討論男女伯伯期間的體位 即是大家用甚麼動作來做這件事 但其實一跳就跳到剛才說的 最重要的題目就是 你說甚麼動作 怎樣轉圈、甚麼東西都沒用 首先,你究竟能否做到這動作 你有沒有肌肉和柔軟度 初初我以為是女生一定要柔軟度 對,但我猜不到男人也要 因為你幻想他把你的腳掛上去 但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動作 是可以做的 是 所以其實這件事 其實兩個人都需要有的 我曾經聽過有一個朋友之間的投票 就是甚麼 一群朋友坐在那裡聊 其實你說跟甚麼職業是最好的 是嗎 職業是最好的 你馬上想到 如果你女朋友是做馬戲團 你可以想像到她雙腳掛在鏡上 或者別說得那麼複雜 你女朋友完全不做運動 還有你女朋友每個禮拜 做三堂瑜伽,已經不同了 完全不做運動 會否動動,還是說抽筋 甚麼都可以 又或者你男朋友 也是完全不能跑,跑兩步就頭痛 是癱瘓的,這個樣子 另外就是… 癱瘓 一直有操開,內力更厲害 繼續說吧,可以這樣 你自己會選擇,所以很重要 甚麼職業 到最後,大家投票出一個 是覺得最棒的 因為有一個朋友突然彈出來 我告訴你 是 你真的要試試舞蹈員 就是這樣 我想到已經… 舞蹈員? 對 對,是說甚麼 舞蹈員,又有力 如果你只說很大,很健碩 那沒用 如果你說很柔軟… 但又不夠力,就沒用 舞蹈員,又有力,又有大力 還有B組 還有形體動作很漂亮 還適合B組 他說到我,馬上很傷心 坐在B哥的後台等舞蹈員出來 是嗎?是Jank哥 這些機會不是人人能擁有 舞蹈員不是那麼容易 他不止一次,有舞蹈員 接著有芭蕾舞舞蹈員 又有爵士舞蹈員 我這個朋友真是… 打火鍋 做一些… 吃不少 瑜伽運動型 對,他真的試過甚麼動作 因為有時,即使不是他 他特別試過的動作 可能只是做平時的動作 但他可以看到… 原來穩定力度很強 雙腳踏上去時 是可以到這樣 即是… 這樣也可以 因為他們的壓咎 正常可以到這裡 即是腳反過來的頭 我便碰不到… 所以即使只是一個簡單的傳教士 或雙腳掛在那裡 都已經是… 去到這樣,亂放在那裡 他究竟是否一個人 你嘆為觀止 你不用特意去試一些神奇的動作 而是你本身的身體夠神奇 他就像水一樣 是 水,我的朋友 沒錯,突然說英文 李小龍 你很有學識 我的朋友 但問題是 如果那個人本身不是水 但他以為自己是 那就會出現一些很糟糕的事 我以前體育老師經常說這些 他就說,你千萬別相信AV的體位 當然 他說如果不是,你便會出事 尤其是女上男下的 即是她坐著坐著,待會坐歪了 這件事是這樣的 真可憐 男生經常害怕受傷 經常害怕路 是 即是… 我覺得… 因為你把這個罪名 放在女上男下的體位上 本身是不正確的 是 因為可能女上男下… 明白… 但其實你甚麼動作 你也有可能… 又是有可能發生的 關甚麼事 即是你逛街隨時都有機會… 即使兩人放在這裡撇臉 也有可能… 是吧 你捱的動作做甚麼 可能那個力衝擊也比較厲害 有一個是真的 這個可能未必是… 你的力衝擊也比較厲害 你的腳踏著床板 是否踏得厲害 你覺得自己會動嗎 自己會動嗎 你還是… 其實告訴你 啪啪是甚麼 就是一分耕耘,一分受惡 是嗎 我肯定老師應該是… 他還是無聊道的 他應該是我猜他那種… 對,還是Dixon教授的Dixon 所以我相信他為何會覺得這樣 會比較容易受傷 他還是體育老師 他應該在想牛頓的地心吸力 所以他覺得地心吸力就是上和下 所以他坐下去就比較厲害 受傷就比較大 明白…他也有道理 因為坐下去的時候 是整個人的上半身的力量 是 但我的意思是 很多動作都可以導致受傷 是 不是很好,真的 我覺得… 不是只關於事 其實很多女生是依靠女上男下的動作 從而令自己能夠進化到高潮 但很多時候男生很不喜歡做這種動作 會覺得不知道要做甚麼 會弄傷我 而且他無法控制節奏 這個很陰 簡單來說,全教授認識 他自己能夠控制節奏 對… 這牽涉到安全感的問題 例如說,快要停,站好 或是換體位也是一樣的 即是你快要不行,就裝作 不如我們轉個姿勢… 我明白… 先休息一下 當女上男下的時候 男生不能控制那件事 對 突然間… 男生很想來,但他不想那麼快來 他不知怎會 我一掌推開那女生,不知怎會 別再錯了 對 女生… 不知做甚麼 然後就說對不起 不好意思,其實剛才我怎樣 對,你以為可以借一借嗎 借一借 不知道,是嗎?明白的… 應該是這個緣故而已 是 但有一個應該是… 他真的容易受傷 但他經常在AV中出現 那個叫火車便當 名字很棒 火車便當 那些火車便當是… 以前在火車便當有賣東西的人 有一個盤子,然後有繩子掛著鏡 你為何在火車便當紅館賣雪糕 有兩條繩子,還有一個盤子 說是雪糕或是吃雪糕 對,那是怎樣構成紅館賣雪糕人 那女生的兩隻腳掀著男生 對,即是… 腳掀著怎樣?手掀著吧 腳掀著,因為人已經被男生的 靈胸抱起了 不是嗎?手… 再來… 因為…如果她說 腳在這裡,那女生的頭在地上 其實是… 這樣 其實我幫不了 說過話,還說了你心裡的那句話 對,很難做 其實這個火車便當是怎樣的 就是它有一條繩子 其實就是女生的手掀著男生 在頸部抱著她的頸部 對 但正常這樣不會構成任何危險 是 但問題是很壞的 就是她要凌胸 她的腳掀著她的頸部 對 然後她的腳掀著她的頸部 對 然後我手掀著她的頸部 對 然後男生就托著她的臀部 就可以這樣… 對,在這裡搖 但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她的部分的位置不對 或者她的部分多了,出來 然後那個人坐下來 跌下來的時候 你便很容易構成高空意外 這個不是害怕夾到你 是害怕的 是害怕… 這樣又是害怕 跌下地上了 跌下就不重要 坐到不知甚麼 那又很難的 她也跌得下地上 你當然先擔心她 也是 這樣坐下去,尾龍骨滴下 很傷的 對 你又擔心她自己有可能扮到 你又不想起對方 你以為露出了你的尾巴 對 很像我自私的大小環 她整個人跌下 你也在想,不是 我剛才扮到一下 弄了一條繩 她在樓下就死了 你看她嗎 不關心對方 所以沒有女朋友是很正常的 想練習一下 多關心對方 不要只關心自己的器官 但你說這是最紅的 對… 最多人有AV做的 但要先練習好手臂 對,這個真的… 我真的想到很累 因為她不是在前後… 前後是在用哪一塊肌肉 我不知道 有胸部,要打開… 有腰部,腰部… 整個上半身,連頭部也有壓力 對,然後再加上… 可能有點少,高低 然後又要打開肌肉 對,二頭、三頭… 女生又要拉著… 或是男生,我看你做時要怎樣 男生又要拉著 然後要搓到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很容易受傷 你知道嗎 拳王隨時都要練習 你平時沒有練習嗎 很容易受傷 不要練習這些小肌肉 我通常常練習老小肌肉 老小肌肉多一點 這些位置很容易受傷 這位置很容易受傷 因為上天一會做健身 你就會知道 我覺得這是很高危的動作 我覺得那些人操心去做健身 應該要找到目標 就是我能否做到火車變態 還沒簽過一年的健身合約前 我托不起他 一年後,我會連續14次 這個就是… 師傅只是拍片 中間,還可以試試一下 就不行,真的很累,很累 要堅持 對,然後到最後,24次 跟老婆一起慶祝 這才是真正的健身教練 這才是真正的名門家庭 名門教練 再見